看見桌面有一系列日本光城精工的產品 逐樣講講 首先就是電源線 之前介紹過 很基本的入門電源線 400元 但都是全日本製的 我很喜歡這種廠線 因為頭尾的摺頭是用機器壓下去 不是用人手上 所以誤差比較細 精準度是比較高 而且聲音我非常喜歡 是極度平衡 沒有任何特別很搶耳的效果 沒有什麼陰影 你不會覺得低音很強 高音很飄 沒有那些東西 就是很平衡 我現在買了三條 大家見到兩條 有一條就是插在CD盤 用在CD盤上可以發揮我這個膽CD機的自己的陰影 它的聲音效果我是信任的 它只不過是400元 還是兩米的全日本製電源線 我認為開門口是不錯的 另外後面這一塊好像砌圖一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線托 很多朋友要將喇叭線也好 RCA線也好 升高不要碰地下 因為其實你播歌的時候 喇叭令到地下的震動 是會直接震到線 為了避免震動影響傳輸 很多朋友喜歡托起線 即將它離地 江城真弓也出了一個拼圖型的線托 其實可以單個獨立使用 它本身已經可以托線在不同的位置 大家見到 即是一個拼圖 但你見到其實你可以穿1 2 3 4 最少你可以托四條線上去 如果你的線是粗一點 就可以加多一塊 用中間這個位置托 也OK 我最初拿上手 因為都挺重的 我以為是類似陶瓷還是木的東西 都很硬 而且重 原來它們是用自己開發的樹枝來做的 一盒裡面其實是有四個 你喜歡獨立使用也可以 你喜歡拼起它使用也可以 我自己本人是未詳細試過這件事 因為我後面的線實在太亂了 要逐個拼起來入線 和看到是窄 那我就未用到 但如果你後面的線 是容易地可以拿高它 整理一下 這個拼圖型都是全日本製的線托 也可以試試的 來到中間Hero product 其實就是去年 瘋搶 打響頭炮的Crystal-E 地盒 它有單裝和孖裝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的設計很有趣 光成精工的設計 如果可以拼起去用 它都會讓你再拼起去用 就像這個砌圖 它不是一件 它是兩件 然後你加三件加第四件 這個地盒也是 可以單一個使用 也可以再拼多一條線 再拼多個地盒 兩個使用又可以 甚至三個使用 四個使用都可以 我自己試過這個地盒 我都不作多的介紹 市面上已經太多的介紹 我是將它放在Source上 即是博士的盤 上年我介紹過龍膚的地盒 我試過龍膚的SILVER MINIMUS 我是放在合併膽機那裡 效果是最好 我最滿意最明顯的 但是這個Crystal-E的地盒 我試過幾個位置之後 我發覺放信員的效果是最好 甚至有些朋友 八卦上來試膽機的時候 我都會叫它試 不如試一下這個 我一插下去 立即有反應 當然我都是示範插在Source上 不插就沒事 正常的聲音 一插下去 背景變靜了 和深了 很明顯的 這件事 還有 試過一隻和兩隻的分別 我自己比較喜歡用一隻 因為兩隻 清特製 兩隻都有效果 但例如你用一隻 有100分的效果 但你用兩隻可能變成 120分 或是130分 我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如把另一隻放在另一個Source上 你見到我有兩個CD盤 是不是 如果要買這個地盒的話 我都會建議買孖裝好過買單裝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個的話 你就只可以放一度 但是你兩個的話 第一 你又可以試下 把兩隻一起在同一個設備上使用的效果 亦都可以試到分開兩個地方使用的效果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轉頭介紹這個拖板的時候 拖板上面亦都可以插到這個地盒 所以你只有一個地盒 是不夠用的 並且現在其實 到處都沒什麼貨 能夠買到兩個的話 就盡量買兩個 C2project.com上面 無論單裝還是孖裝都好 是有少量的現貨 孖裝的話 其實你除開兩個地盒 是便宜了少少 所以我為什麼會推介你買孖裝 單裝本身就跟兩條底線 一條是叉頭 一條是RLCA頭 方便你插任何的設備 而孖裝是會跟兩套底線 總共有四條 即是說你會有兩條叉 和兩條RCA線 孖裝和單裝唯一的分別 就是盒 所以便宜了 純粹就是少了紙盒 接下來就要講今集的重點 重點就是光誠精弓的拖板 其實看到光誠精弓的 無論地盒和拖板的造工都是很實而不華 拿上手 有差不多的重量之餘 金弓也是很漂亮的 但是這些都是外表上的東西 這個拖板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它有分三種 暫時分三種 一個叫做C1P 一個叫做3P 一個叫做3.1 很容易理解 其實3P的意思 就是有三個插 3P 就是三個插 但是看到它後面都凸了一塊插頭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說過 光誠精弓很多的設備都可以讓你搏下去用 你就可以再延伸下去搏多一個拖板 這樣用的 那麼基本上3.1和3P 最大的分別就是可不可以延伸下去 那麼3P本身就有這個插頭 就可以繼續搏下去 那麼3.1就已經沒有了這個東西 就不可以繼續搏下去了 不過它們同時 除了上面有三個插頭之外 你都見到會有一個位置是讓你搏地盒使用的 那麼無論3P還是3.1都好 其實它是沒有任何濾波功能的 理論上它是一個普通的拖板 但是在設計方面怎樣令到它是一個好的音響拖板 首先它是分了很多層的 那麼大家見到其實外殼那一層 和裡面插左那一層 本身是分開了 那麼這個就減少裡面插左那一層受到的震盪 那麼另外它用的防震墊是用了日本很出名的 泰歐 TAOC 這一個品牌的防震墊去做的 那麼剛才說的這個牌子就是非常出名的避震架的品牌 那麼所以 它都不自己做過避震了 它是用泰歐的避震材料來做這個拖板的避震 那麼至於裡面的接線呢 也都是用到日本的發燒材料的接線 那麼所以雖然看來這個拖板 小小個這樣奇茅不揚 但是無論它是設計啊 還是用料等等呢 其實都真是做到它們日本工業風那種實而不華 那麼講完3P和3.1之後呢 就要講這個 C1P 遠遠看過來好像三塊一樣 其實三塊都不同 那麼C1P就真是有濾波的功能 大家見到咦 為什麼只有一個 是因為這個是一個濾波拖板 那麼這邊就是一些濾波的組件 那麼它同時也都是咦 有多一塊東西凸出來 為什麼 它也可以這樣結合拖板使用 但是結合拖板使用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配搭出來了 如果 這邊就是電源輸入 這個是一個濾波拖板 那麼你將它結合了下去之後呢 你整個拖板 都已經是有一個濾波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 你將3P放前面 這裏入電源 然後 後面才插一個濾波拖板的話呢 你就變成前面那三個是沒有濾波功能的 後面這個才有濾波功能的 那麼大家就可以試一下 你究竟將整個拖板 都變成濾波拖板的效果好 還是 將濾波拖板放在後面 只是特定的設備使用濾波 前面就普通使用就算了 兩個效果應該是會不同的 當你朋友交這系列產品給我的時候 都說 在自己的showroom那裏試過 不是將整個拖板都變成濾波 就為之好 他發覺前面用3P 後面才加濾波拖板 變成前面這些是沒有濾波功能的 就給一些功放用 AIM用 後面有濾波功能的就給Source用 可能是 Screamer 或者是 Server 又或者是 CD盤 這樣的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之前試了CrystalE的地盒 覺得效果很好 你不介意想試了 光誠精弓的濾波 或者濾波拖板 我是建議你 C1P加3P 3.1可以不需要買 你最後才要買 一個C1P加一個3P 你就已經可以玩到 究竟是全濾波的效果好 還是 普通的拖板給供放 有濾波的功能就給Source 我接觸了幾樣光誠精弓的產品之後 我覺得 非常實際 實際得來又非常有效果 尤其玩 兩星度的朋友 如果你想改善你的供電系統的話 不妨試試桌面上的 任何一個產品都有一個明顯的效果 我會不會拍攝 你們好呢 我會拍攝